斯里兰卡遭受史上最严重的海滩污染事件 一所满载着集装箱的新加坡货轮10天前在相关海域着火 尽管当局全力灭火和清理 但是成千上万的塑料垃圾逐步地冲上海岸 威胁着潜水区的鱼类繁殖和红树林生态 目前长达80公里的海岸线被封锁 成千上万渔民突固等待出海的那一天 尽管当局早在前天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垃圾清理工作 但连续几天海滩上布满了从海域飘来的垃圾 而这片受影响的滨海区原本盛产螃蟹和大虾 也有多处深受游客青睐的海滩